打擊地面目標 中國大陸官媒秀出東部戰區 共機空中對抗的訓練畫面 還有共軍的國防大學也來宣傳戰 雖然是無人迎接共軍的建軍節 但也正好在美國政院議長裴洛西 可能訪台的氛圍下 環出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又發文 這回近鼓吹共機半飛 進入台灣上空採取最強硬手段 若攔阻不成就發射飛彈 擊落美軍戰機與裴洛西的專機 另外港媒會整共軍近期 在台海東海南海至少五場軍演 7月30日在福建平台實彈演習 據台灣新竹最近只有125公里 是台海最窄處 同時聯邦會議上 外方代表談無二戰爭扯到台灣 中方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 堅定不移 堅如磐石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14億多中國人民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能力 習近平指出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我國國家安全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大 確保槍桿子始終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 提高備戰打仗人才攻擊能力和水平 根據官媒報導 習近平自知在迎接中共換屆的二十大節 內外局勢可能都不穩 而此刻裴洛西還在專機上 都不確定是否降落台灣 北京鷹派瘋狂恫嚇 已把功拉到最滿 TVS熊葉專長陳永文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